大大學結合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及電腦視覺多元應用 開設一系列人工智慧的課程 帶領學生學習核心技術與跨領域整合的能力 學校同時建築了AI人工智慧研發基地 不只是培育專業的人工智慧人才 更協助在地產業引進AI應用技術 促進產業的升級 大學這幾年成立人工智慧研發基地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為我們的社會還有為我們的社會跟國家能夠培育 有關人工智慧方面的一個專才 那人工智慧基地最主要的設備有兩套 第一套是VM伺服器 最主要是用來作為教學用 那部分也可以拿來作為研究的一個使用 那最主要的研究設備是DGS Station 這個機器最主要是提供給全校老師 作為研發史使用 它具有非常高速的一個運算能力 讓老師的研究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完成 所以我們人工智慧研發基地最主要的特色 綜合起來應該有包含教學研究還有展示 在教學方面我們希望能夠教授學生有關人工智慧相關的一個知識跟課程 那麼在研究方面我們鼓勵老師能夠從事跟人工智慧相關的一些研究 進而能夠把這些研究應用到我們的產學應用來 那在展示方面我們也希望帶動周邊的一個中小學的學生 能夠到我們人工智慧研發基地來 來進行一些觀摩跟參訪 我們也可以對他們進行一些比較科普化的一個教學應用 人工智慧研發基地一方面為產業培育數據運用 人工智慧的技術人才另一方面協助業者引進智慧製造 智慧服務技術帶動產業升級 來人新聞劉慶蕭採訪報導